又是星期五了 上個星期五 就著上個禮拜的今天 立院變武鬥場 而今天居然進進出出的立委旁邊 都要一個警察保護 我想告訴我們 難道決戰國會改革除了染紅之外 現在也染黑了嗎 好 俊江哥抱歉觀眾朋友 今天524在立法院 現在已經聚集很多人 剛剛要來我們電視台 是 農郎 少年郎瞎啥 這裡是立院 不是人大 所以反中情緒就蠻贏開來 那我上次跟大家講 看起來有像太陽花2.0 不是說他要衝進去 我跟大家講他不會衝進去的 為什麼 因為2014年的時候 總統是馬英九 衝進去所有法案過不了 所有預算過不了 是執政黨難看 執政黨麻煩 那現在誰是總統 民進黨當家 現在是賴清長當總統 不會衝進去 因為他們裡面有很多的社團 都連結說注意不要衝門口 不要激動 但是很簡單 我先講結論 然後把講過程 他要把年輕人的支持度 俊江哥再講一次 年輕人的支持度 吹出來 洗回去 洗回去 為什麼 因為這次總統的大選 已經很清楚了 都跑去阿伯那裡了 陳文哲拿了200萬原本投 給蔡英文的票 817變成550 所以洗過去 他再把你洗回來 就這麼簡單 來 我先講一件事情 藐視國會罪 現在到底民眾是支持還是不支持 支持還是不支持 我告訴你 支持 我也在我們報信文 跟大家講我支持 那我是說 這個修法的過程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論述的話 你就會變今天這個樣子 他就會跟你講 這是太陽花2.0 這是又被中國大陸控制了 因為我們國家都亡了 現在標語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一 藐視國會罪 其實民眾普遍是支持的 怎麼證明 民調可以證明 來 你看一下 台灣民意經紀會的民調 跟大家講 藐視國會罪到底是不是應該秀 57.5% 這個蔡英文當選的% 所以過半民眾是支持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部分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 來 俊江哥我補一句 因為現前過去這8年的 官員的資訊態度 大家看完會不會 你可以去告我 對 或是講說我是你爸爸 對不對 就這些 所以藐視國會罪 大家希望立法院的質詢 可是你的每一個法條 包含了調查過程當中 到底一般人來是多少 是1萬還是10萬 要講清楚 這兩天我看到好多國民黨的 這些立委上節目 或是說一些KOL 他們去解釋有沒有 林涛 講得有罪沒有了 但已經在二讀要三讀了 你這個時候再講 會不會來不及 但是民意來不及 先看第一個 民意是贊成 這個藐視國會罪是應該要過的 第二個 現在只好不斷的在做事實查衡 你出這個招我要解釋 照搖一張嘴 解釋跑斷腿 事實查的中心跟你講 因為到現在為止 觀眾朋友你也懂了吧 上禮拜五為什麼打 上禮拜五為什麼大家講說 第一個 它裡面這個是被中國大陸控制的 第二個 花東兩兆就隨便要路過去了 全坑說要把這個什麼 中央上賣打一個洞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共同那個藐視國會罪 一般人的時候被叫去關的 是 那我在我們報新聞跟大家講了 我很清楚 可是觀眾朋友不清楚 沒有看到法堂你不知道 他的再修正動議也是禮拜五送進去 以後拿到我不會嗎 會不會有 不會有 來觀眾朋友 這一次到現在目前為止 已經五二四了 上禮拜五到現在整整一個禮拜了 今天要拼 有辦法看有辦法刪讀 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還沒有到 對不對 12點不知道到幾點 但是跟觀眾朋友講 沒有花東交通線設特別料理 沒有 因為那裡面的這個協商 就是那時候韓國瑜院長 他雖然是提案人 沒有 再講一次可能之後幾個禮拜 我們要去講 沒有花東 第二個 花東的錢根本沒有算出來 兩兆也不是 那兩兆是民進黨估的 所以這個叫做不是事實 你就要去講 可是你今天在講 已經在立法院這個街頭裡面 去支持說我們要 反對黑箱修法的年輕人 他聽不下去了 這就是整個過程 所以 今天在這個青島東包圍立法院的那些 多少年輕人當中 搞不好心裡還覺得說 裡面有一條要審兩兆的 這個所謂的承坑法案 好 那就跟大家講 明白跟大家說 負責任說說錯的話 我要跟大家負責對不對 沒有兩兆 這一次沒有啦 以後 而且他錢不是兩兆 是民進黨估兩兆 第二個這次根本沒有華東特別料理 好是其一 其二 現在目前在講說 今天在外面都是平和的抗爭 那也有在講 如果說有人衝進去的話 那一定是間諜 也開始在講了 大家要控制 那這為什麼我也跟大家說 因為現在的執政長是 院長是卓榮泰 當時是僵硬化 那總統呢 是賴清德 當時是馬英九 所以民進黨的執政 因為現在在立法院 外面的年輕人 他是屬於挺民進黨 反藍白的嘛 就是說民眾黨 黃國昌 該的復崩期 復水組織去 所以他們反藍白挺綠 怎麼可能衝進綠 現在目前執政的立法院 勘換行政院所有的法案跟預算 不會的 所以不會衝進去 所以論述也在講說 不可能有人衝進去 如果有人要這樣衝進去 都是間諜 好 那重點是間諜 為什麼是間諜 因為他要把這個連結到說 從頭到尾都是習近平下令 這些 好 國民 可是國民黨立委就 就是剛好前一陣子有去大陸嘛 所以他在兩回合 對對對 你看他 他一定是去大陸受指揮的 所以就變成說 這一場的這個 立法院裡面 那麼簡單 單純的一個法案的工坊 本來就是會有很多法條出來 不要講什麼 光是酒駕 是要發9萬還發6萬 每個委員都不一樣 對 這是內政問題 這是我們國內的事情 跟大陸無關 福茂當時還有大陸的人 會來這邊台灣做生意等等 有沒有 相關的產業 還有這些澡洲清單 ECFA 可是這次完全沒有 國會改革法案怎麼跟大陸有關呢 可是呢 就告訴你有關 所以年輕人現在覺得都是 正式立院 不是人大 沒有討論 好 就沒有民主 好 你剛剛提到了一句話 一張嘴 照搖一張嘴 要辟搖跑斷腿 現在任職作戰滿天飛 你真的真真假假分不去 來 吳四遙今天說 你們不要在那邊講說 我們綠營側翼在那邊 召喚人出來 call人出來 你們也在動作啊 好 因為大家會講說 有42個團體 挺綠的嘛 在外面 所以今天禮拜五 禮拜二的時候號稱3萬人嘛 其實我看人蠻多的 那就講說 因為人都是call來的啊 那吳四遙講說 你沒call嗎 你們沒有韓粉嗎 沒有韓國瑜後援會嗎 他說我們看到很多啊 這些有沒有 退休的這些軍公教了 還有這些退降組織 韓國瑜後援會 我不知道他去哪裡看的 他說他也有找到這個截圖 這是其一 其二 傅君起總召昨天跟大家講什麼 說到線報 其實我真不知道 我覺得最近訊息真的太混亂 中南部的黑道要上來了 這件事就嚴重了喔 中南部的黑道 好 那現在民進黨馬上 黨黨開記者會 黑道你們立委還是黑道 要點名了幾個 說本來那個就是黑道 變立委 兩兵就在打 但問題是說實在的 因為這次的狀況 我再講一次 現在聽到這邊觀眾朋友 應該比較理解了 他絕對不會變成是真正的 太陽花2.0 我上次講說 是那個民眾在場外 不相信場內的氛圍 而且都是年輕人 這個像太陽花 人數也越來越多 可是他們的目的不是要衝進去 他們的目的是要 讓所有在現場 還有在家裡 看的那個網路直播 很亢奮的年輕人 不相信國民黨跟民眾黨 對 這才是目的嘛 所以傅君起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掌握的 他就跟大家講說 他掌握了黑道 結果這也變成是民眾黨在 民進黨在笑顧你 說你自己就是什麼 經濟犯罪 你在講別人 那問題是 劉士芳現在當內政部的部長 他剛上來 然後新的警政署長也上來了 對不對 他絕對不可能讓國會議員被打 所以就講說沒有問題 所有的立委 只要覺得有需求的話 每個立委都可以派一到兩個 這個警察隨行保護 但我認為 雖然立委員班有很多人 可是這次的那一個 目的就不是衝進去 而是要洗出來 把票洗回民進黨 所以應該不會有所謂的人身攻擊 好 我在意的還是染黑這件事 不是空穴不來風 剛我要說 現在通令各個縣市 委員如果有需要 我們貼身全程保護 這件事情真不是開玩笑的 為什麼我說不是空穴不來風 居然有人可以用各種明目 混進立院這樣的一個殿堂 然後去跟拍委員 這可大可小 剛剛前面講的那個是 訊息混亂對不對 對 現在跟大家講的叫什麼 叫場面混亂 因為觀眾朋友你看這個畫面 怎麼可以闖到立法院 立法院中心大樓也好 或是青島一館二館也好 本來都是有助衛請在的 但因為現在在立法院中邊人太多了 那我負責任跟大家講 我認為他們根本不是闖進去的 他們身上可能根本真的有合法的證 所以誰給他的 這可以查 但因為現在已經亂成這樣 不然你查清楚這條洗掉 好 第二個 既然可以進到立委的辦公室 他進去幹什麼 他進去放花 他進去放花 然後寫說我們要玩點名 意思是說我們是需要用點名投票的 可是他放的花我覺得 因為外面不是都說太陽花嗎 對 所以就像是鬼嗎 不是 他放菊花 這個很晦氣 菊花就是 清明時節你要去擊敗祖先 或是有人已經走了才放菊花 這有點恐嚇的感覺 還是說年輕人他搞不清楚 對 我就覺得奇怪啊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黃色的花 我以為是太陽花 那外面太陽花嘛 我們也送太陽花 那天不是有民進黨立委 要送給黃國昌 就差點丟到韓國瑜嗎 對 如果你去每一個國民黨的委員 那邊講說 你們要記得啊 要迷途知返啊 不要被中國大陸控制 因為您以前是這樣想 放太陽花我還很理解 可是觀眾朋友 你再看一下 他放的是菊花 他放的是菊花 而且他能摸進去 你知道嗎 直接殺手跑到你的房間裡面 放一把玫瑰花 因為我要嚇死 他可以來幫我斬首的對不對 那其二 黃國昌也講說 等一下 為什麼我在立法院的時候發現 電梯裡面有很多 我不認識人 看起來不是一把人在那邊給我拍啊 那重點不是拍而已 真的是他們怎麼可以進來 所以現在立法院 不只訊息很亂 整個立法院院區的這個管控 進出也很亂 會有人可以到立法院去每個 委員的門口去放菊花 也有人可以衝來衝去以後這樣 會來會去 所以這個東西我就講 雖然沒有要集體衝進去的計畫 但難保會有三五個人 沒有聽到指揮 真的給他跑進去 希望不要出現任何的衝突意外 好 所以觀眾朋友 到底你看到 在立法院的外場跟內場 外面這麼熱鬧 那裡面在講什麼呢 觀眾朋友很重要的一點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次賴慶德總統 還有柯建民民進黨總統 他一直在講四個字叫 程序正義 當然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秒是國會罪啊 或者是國會調查權 民眾 機關 還有這個法人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去 可不可以不要去 能不能找律師 這一些五十遮二條 等等等等 購房之外呢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什麼 就是民進黨要跟社會論述 還有跟常外年輕人 年輕人他們相信啊 這個整個過程叫黑箱 什麼叫黑箱 就是沒有程序正義 什麼叫沒有程序正義 就是你沒有按照委員會中心主義 你在委員會好好的審查以後 到院會的二讀年沒有好好的 甚至連投票 都是用表決的 為什麼不用表決器 那我們已經跟大家講很多次了嘛 昨天就告訴你了 細節就在於 那國民黨的 講那個卡 國民黨的立委 就跑到這邊去保護韓國瑜對不對 比如說這兩個啦 你看這個是楊瓊瑩嘛 那他一直在韓國瑜旁邊 那表決只有一分鐘啊 外面要擠下去 我擠到下的時候 我腳掌射死對不對 而且呢我可能去了以後 我回不來 所以就會有一些委員在幫忙 那怎麼辦呢 又會講說代案不行 那就只好舉手表決 觀眾朋友可不可以表決 可以 可是問題是表決就會出一個問題 就是把揪揮揮揮 有的人故意舉兩支 還真的說兩支嗎 沒有沒有 那個那個那個 君香哥你過來一點 你過來一點 你再站在我這邊 比如說我現在那個 我表決我手很長對不對 我這邊有一支有沒有 他就會數到那邊有一支 所以就出現這種狀況啊 對不對 你這樣不是說要禁明表決嗎 因為表決 舉手表決的話 你沒有辦法 你只有看到幾票 但一般我們立法院的 最後的那個 院會紀錄裡面會有 有沒有 贊成哪些人 反對哪些人 因為禁明投票馬上就有電腦 可是表決就沒有 只有表決 只有贊成幾票 所以民進黨就提案說 我們要禁明表決 結果呢 好 那我們就來 現在沒有辦法投 他要舉手 一投以後 立法院57票就過半 結果禁明表決一看 59票 他就過了 等一下 民進黨不是只有51票嗎 因為就是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 有舉兩隻手 菅哥不是舉兩隻手嗎 菅哥就是你 還真的帥下去 他真的就算兩次 所以馬上現場就是再次投票 再次投票 所以再次投票以後 重複表決變多少 49票 就對了 這就是過程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 好 那我就講 韓院長難道不懂嗎 韓院長就有講 如果大家可以接受 就不要這樣子離開座位 也不要來公佔主席台 我們就恢復 打個叫拼叫拼 你就回去座位投啊 就都有名字了對不對 但是柯千平不願意 他說我沒可憐 我怎麼可能讓你這座位 叫我們不能上主席台 不可能最糟的事情 然後嗆他 那韓國瑜講說 你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他講說 這兩邊都在互嗆 所以柯建民就嗆韓國瑜 那重點在這裡 因為確實啦 觀眾朋友這個我覺得 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就是這個舉手表決的事情 你會第一個 你會算錯票 第二個你沒有辦法知道 最後是誰投了這個票 因為有時候差一票兩票 國民黨為什麼會差兩票 民進黨為什麼會多兩票 你就算不出來 這也是這一次沒有辦法的原因 那在場內的整個過程當中呢 還是繼續在攻防 因為他是要論述整個過程 其實沒有在二讀的時候 每一個應該要整個宣讀 的那個過程 他確實是省略的 那觀眾朋友因為以往都會有 那這一次的話 韓院長也講說 每一個法條 因為像你看 國會無法一條一條來 對不對 我們上次跟他講25條 48條47條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可以發言 但是你一個 比如說我就講一個47條 你的國會調查選 民眾計畫可不可以來的時候 民進黨五十個通通登記 五十個都可以說 所以光是一條我就要等四個小時 然後再來表決 要表決八次 所以呢這些過程當中呢 韓院長最後決定要把它 這個簡化這個過程 可是民進黨就不同意了 就是說這就叫黑箱 然後呢這個論述 也就傳到立法院外 學生也接受這個論述以後 就會變成場外在講說 場內是黑箱 於是禮拜二 今天禮拜五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學生 那我必須講 他們真的是年輕的學生 高中生大學生 所以跟這些年輕人論述 到底為什麼會是這樣 這不是一項 以及沒有中國大陸的介入 沒有習近平指揮這些立委 這些其實是國民黨 必須要去跟年輕人論述 否則 到時候投完之後 我就跟俊翰哥講 他看的還不只是 這個國會無法 擋不下來 就算過了兩個救濟方式 第一個提違憲 提違憲過程當中 到底是不是冷靜你 第二個 還有公民覆決 俊翰哥最後一個 因為2024年這次的選舉 那艾青得得票只有558萬 可是蔡英文有817萬 差要300萬耶 所以他明顯知道年輕的票 大量的位移 跑到民眾黨那邊去 所以你看這次攻擊最兇的 其實不是傅克琪 是黃國昌 他希望年輕人 對民眾黨 對黃國昌討厭 對 所以下次再選總統的時候 年輕票回來 這才是民進黨的最大的 得力之處 不是黨下這些 國會改革法案 而是要把年輕票 從失去的這些年輕票 再拉回到民進黨的票倉當中 這才是整個過程的最大目的 為了喜回流向了柯文哲陣營的 年輕選票 背後你可以看到花招進出 今天一早 藍白拖出來了 女子組的輪拳大賽都來了 真的是 每逢禮拜五必武鬥 不過這一次跟上禮拜五來比 上禮拜五真的是太危險了 摔下來 還有直接就是 陳金輝的這個爆腿摔 這一次是這樣 林淑芬跟蔓鈺兩個人 對歐 這畫面可以放嗎 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們處理過了 只是今天 我跟大家講 因為運的是在主席台 那林淑芬講說 陳廷菲被包了 陳廷菲在那邊還當媽祖拜拜 他說我要去救陳廷菲 所以我經過了那個走道 那因為都是國民黨 跟民眾黨的立委 對不對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 來觀眾朋友 這個實在是很難講得清楚了 為什麼 因為林淑芬確實 他也承認他有推麥玉森 我看你就是那個 我就把你撒走 他說我就推你怎樣 我推你你就能揍我嗎 但是誰先揮拳 對 林淑芬就是非常強調 是我推你了 可是先動手 先揮拳的 就是你麥玉森 好現在看畫面有沒有 先動手就輸一半了 就是這個左手這個過來 但是他好快喔 立刻右勾拳有沒有 對 好快喔 對不對他就直接打過去了 那打過去以後 麥玉森他也本能反應 他又踢了個左腳 是 我現在變成是怎麼樣 我是格鬥技的解說員 對不對 我看了一個早上 我現場實況轉播 林淑芬先推 麥玉森左手打 然後 對對 然後林淑芬在右手右勾拳 然後麥玉森左腿再踹 對 所以這個狀況就變成是 現在居然是麥玉森跟林淑芬兩個打起來了 那後來麥玉森也哭 雙方各自視出不同的角度 在指控說 到底怎麼回事 那陳林飛就我剛剛講了 為什麼林淑芬跑去前面主機台 因為陳林飛走在那 有沒有 他是媽祖呢 他一個人在那邊兩隻手放在那裡 他就頂在那 然後呢 陳玉森就從來就把他弄手 有沒有 他一直都被 他說我要去貼個標語 你們都貼個標語 所以場內的混亂 還好沒有上一代有那麼嚴重 可是場外 就是在拼人氣的 場外的這一些聚集的人 如果真的能夠讓民進黨 把年輕人要洗回來的話 我覺得其實民進黨 這次的目的就在於 讓年輕人不相信國民黨跟民眾黨 讓年輕人討厭藍白 這才是最高的武功嫌罰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我們巨像還有優秀的五七暴行人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發真相